陆小姐 我跟你说 你 是我哥带回的 第一个女朋友呢 而且是他的 初恋 初恋 你说我哥这个人吧 又自恋又傲娇 那你究竟看上他什么呢 我知道 长得帅 嘿嘿嘿嘿 还好啦 他的冷酷 要忽略了他的手 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哥 所以你才在 那么多人面前打他 那是误会 其实你哥 他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你们两个 在一起 为什么你要打他呢 我有点不明白 聂元啊 谁说我 妈 妈 我不 我不走 我不用 别说 慢点 慢点 我能喝 我可以喝 你要照顾好我哥 你知道吗 慢点 慢点 你照顾好他 他喝多了 脱了 我嫌 脏脏脏脏你 你 你 你干吗牵我手 你以为我想 你你你你 你跟慕泽关系那么好 你们俩该不会是 你不喜欢女孩子啊 我劝你不要太过分 否则协议我 噓噓噓 我现在可是知道你秘密的人 你最好小心点呦 我我我 好 四婉 你问了 妈 我没看见啊 我什么都没看见 你们继续继续啊 继续啊 继续啊 妈 对不起 我 有点晕 喝醉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什么 真是莫名其妙 哼 不响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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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 挡清廷 我今天真没想忙活啊 从今天开始 必须待愈会 否则利息增加百分之一 你跑不了 放心 我不会跑的 叶卫眠 从今天开始 你就要伪装成叶真函了 加油 谢谢陆公子 帮我照顾妹妹真函 什么情况 一言难尽了 哎呀 心情啊 就是这样 所以说 你上午跑去她学校 打了她一把掌 下午又摔了她的快递 晚上直接冒充她女朋友 去了她家 叶叶啊 这要是在偶像剧和小说里 她就是你妥妥的 真名天子啊 什么真名天子 真能天赌还差不多 而且我用的是你的名字 真也真不到我头上 你居然用我的名字 看来是要负债跑路呀 不啊 我已经决定了 我要自己去金融学院上课 你疯了 叶叶 一个服装学院的学生 跑去人家本部金融系干嘛呀 送什么热闹 分分钟给你打回原型 再说了 自己的课怎么办呀 一起办啊 不是有很多牛人 可以修商学历吗 别人行 我为什么不行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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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